歡迎大家來就是參加今天生態演化說 在這學期的第二場生態植入的演講 也是這學期最後一場演講 很高興能夠在這邊為郭熊這個開場來 就是當初之所以會認識他 是因為大概三四年前的時候 郭熊還在黃美秀老師那邊當研究助理 然後他們有曾志工到花蓮玉林那邊 他們山上的樣區去做調查 所以當初就是還不知道野外研究是什麼樣子 然後也很嚮往去接觸就是黑熊相關的研究 所以就參加了 那原本的領隊是別人 可是因為應援機會之下就是換成郭熊 然後原本是蔡信賢 那總之就是在郭熊的帶領下在山上度過了還蠻充實快樂十天 那下山之後呢就是過了一陣子 發生一些開發案之類的事情 然後就開始在新聞上面見到就是郭熊在保育的前線跟政府奮鬥 然後就他變得非常越來越有名氣嗎 對有一點名氣啦 那之後 郭熊也常常就是在學校或者是各機關做演講 然後現在郭熊在台灣的黑熊保育協會工作 那他日常的工作也還是在黑熊的保育前線上面奮鬥 那請大家掌聲鼓勵歡迎郭熊 謝謝大家 我可以不要拿麥克風嗎 因為我一直覺得麥克風是魔戒 帶久了會 我也會有 對 就是 還是很開心各位今天晚上可以願意來聽我分享 因為晚上的時間總是大家在休息的時間 然後你願意這樣過來其實我蠻感動的 然後也很感謝有這個機會再次來台大或來聖言所演講 因為我上一次也是他邀請我的 然後是對生理系的學弟妹高中生 然後後來這一次就來跟各位分享 對 好 其實我其實也沒有再所謂的有名 因為其實就是做自己開心的事情 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從我開始接觸到野外研究 跟接觸到在進到黑熊保育的 黑熊的研究跟黑熊的保育 然後一直走到我現在不管在黑熊保育協會工作 我一直覺得我之後的事情是有一件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我很快樂 對 所以我覺得因為快樂之後 我不會覺得很累或者是很有挑戰 所以這件事情也就是讓我有了 就是持續的動力 我其實是 就剛剛他已經把我開場介紹過了 我是平和大畢業的 我是野生動物保育所 我們所上的特徵大概就是專門專挑大型動物 或者是冰尾動物 然後或者是你可能一輩子都看不到的動物 去做研究 因為他可能數量很少 然後也很冰尾 加上他可能也很怕人 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食物 可能你壓根連食物的影子都沒有見過 可是你卻對外跟人家講說你在研究食物 然後我的同學有很多都是這樣子 而我自己也是 在我早期研究台灣黑熊的時候 我最怕民眾問我一個問題就是 你研究黑熊 你有沒有看貴底嗎 這個問題永遠是我心裡面最 最就是不知道該怎麼形容的問題 因為我一次黑熊都沒有看到 可是我卻對外跟人家講說 不管遇到登山客也好 或在外面我就說我是研究台灣黑熊 但那種感覺真的很奇妙 可是你知道齒熊就在深山中 但是你就是見不到他 然後一直到應該說我跟熊比較有接觸 是在我們大概在2013年 我們重啟了野外黑熊捕捉這個案子 然後這個計畫滿瘋狂的 我會用瘋狂來形容 是真的很瘋狂 然後我們也跟這樣跟台大的醫學院 跟台大的動科的朱友田老師 各位可能也都認識 然後以及我們還有一些受醫學院有合作 然後所以我才說這個計畫非常瘋狂 然後我是那個時候的 這個計畫的算是大助理吧 所以就也讓我有機會可以進一步 就是跟黑熊有更多的接觸 包含這隻熊是我們有一次在捕捉結束之後 然後我們就趁機會拍下這張照片 可是那個計畫是真的很瘋狂 我可以用一個簡單的16分鐘的影片 跟大家先開個場 然後我再來今天分享 我等一下要講的東西可以嗎? 然後這段影片其實在今年的 可能會在過年的時間 它會變成一部紀錄片 然後它會上院線 所以各位可以期待一下 還沒上映的原因是因為就還在剪片 但是因為這部我們是把它變成了一個 這個 這個聲音OK嗎? 它是由 我不知道大家對這個配音有沒有很熟悉 應該就我們就知道 它是MIT台灣製的賣魚導演 他跟我們在山上待了兩三年 然後側派給我們再做研究的一段過程 將這座桑雨 將這座桑雨行速地激勵分離 這在掛一燈嗎? 對 使得台湾各有種的領域相當高 而位居養熱帶的台灣 卻同時擁有熱帶、養熱帶、溫暖和寒帶的氣候 再加上風的玄氣 再就出了這座最好的小島 具備了從熱帶到北方極限的各式球像 黑熊 台灣山林裡體型最壯瘦的不同動物 任何一座山裡頭 只要有一頭黑熊作鎮 這座山的氣質就顯得神秘偉愛、充滿威夷 台灣黑熊是熊科熊鼠 亞洲黑熊的七個亞種之一 體型粗壯、筆穩固和狗相似 又被稱為狗熊 體長120到180公分 全身背負粗糙而為荒澤的黑色毛髮 胸前有一道黃白色的V型或新月型版本 有名月熊 嗅覺和清覺靈異會有兩下蛤樹 目前已列入台灣冰鬼動物 以及世界自然保育聯盟紅皮疏 有滅絕的危機 全世界有八種熊 其中包含一被自行的亞洲黑熊 在台灣被自行的黑熊 我們就叫它台灣黑熊 它是台灣唯一的一種熊 那它的體重要是沈底的話 小折可以到70公斤 大的話甚至可以130、140 可能都沒有問題 那它是陸地上最大隻的吃肉的動物 就是主族的食肉物都是這樣 台灣黑熊其實目前很難看得到 除了在人力欣賞的山區 可是在很久以前其實並不是這個樣子 在歷史的紀錄裡面 其實台灣黑熊的地海拔高滿個都有 低的話可以到海拔300公尺的地方 高的話甚至可以到3700公尺 不省有分解 所以海拔的大部分分佈得非常大 但是其實主要分佈的範圍 還是集中在1000公尺到2500公尺 這個地方 那主要當然就是地海拔有很多人為干擾 高海拔其實都是正業樹 那所以食物相對的比較稀少 所以集中在中海拔1000到2500公尺 這個地方其實主要是因為食物的關係 其實還有有沒有干擾不再稀少 1998到2000年間 有一位從國外回台做研究的女國師生 為著她從美國帶回來的黑熊工具 進行台灣黑熊的細胞研究 她是台灣第一位對黑熊 進行長期野外研究的學者 三年內成功細胞十五頭黑熊 之後又長期投入英雄的保育工作 她是英雄馬馬黃明秀 第一次開始接觸學 大概就在大學四零級的時候 剛才泰伍格也要遠方熊 我有跟著王仁老師在從事黑熊的研究 一坐下來有點好像不可自拔 那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我看到了台灣幾乎沒有人看過的一幕 我在做玉山國家公園台灣黑熊 捕捉細放的研究 曾經抓過十五隻熊 那這十五隻熊裡面有八隻其實是斷手斷腳 所謂斷手斷腳就是我抓到的時候 他們已經不是整個手掌斷掉了 不然就是他的指頭然後斷掉斷成這樣子 或者斷成這樣子或者斷成這樣子 那時候看來其實非常的鬼心鬼 因為你其實不允許你會這個樣子 有點讓你覺得這是怎麼一回事 如果有機會能夠再把台灣黑熊的種種 然後能夠藉著一個研究收集比較多的資料 或者藉由教育宣導來讓更多的人 認識台灣深山裡面的動物 知道牠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覺得應該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對黑熊的認識越多 牠越覺得黑熊命運不容樂觀 黑熊保育工作有強烈的急迫感 於是結束西方黑熊十四日後 牠決定引進更先進的捕熊工具和研究科技 重回拉布拉布西上游 再次展開西方台灣黑熊研究 每年青甘地結實成熟的季節 研究人員和學生就會來到這裡 做大溫地區動物成物的養殖 1998年 美秀和黑熊研究小組便用殘存建材 在這裡搭建研究公僚 其間成功地捕捉西方的十五隻黑熊 之後大溫成為了研究台灣黑熊的重要基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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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的熊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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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